近日瑞瑞乡长吴万德率同仁 携瑞瑞乡民代表会拜会徐县长 秘书长饶中以及对位局处首长一同列席 徐县长积极针对地方提出的各项议题 逐一解答双方讨论热络 瑞瑞乡公所瑞瑞乡民代表会 近日前往华林天政府拜会县长去真卫 希望透过公所和地方需求来进行提案 并且向县府争取相关经费来检测地方 秘书长楼中表示新的一年开始 也可以了解地方的建议 县府在便利预算的时候也能够纳入议案 来协助瑞瑞乡公所 需要我们县府来协助帮忙的 在年度开始的执行预算的时候 让我们便纳入来帮相关所来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许正会也期免新冠三任 与县府携手为花莲建设与发展一起来努力 代表是如何善用有限的经费以及资源 就需要有系统的规划 对地方民意或是乡亲的声音 花莲县府都会尽全力给予协助 也请乡政司公所研议完善的计划方案 让提案更完整 而且符合乡亲的期望 对相公所除了提出关于民政类 殡葬类及建设类等提案之外 以后人员也发言踊跃 会中也新增多项临时提案 现在表示 花莲县府每年都会办理相政司机场组合会 藉由广泛的讨论与意见交流 获得宝贵的意见以及经验 并责成相关单位尽数排定议程来执行 或是拿入未来规划 让市政府符合名义 记得请愿意 欢迎收到 谢谢大家